你知道人类有多渺小吗? 宇宙七级文明,人类连一级都不到。 最恐怖的神级文明,五级文明就能创造生命,六级文明能够永生,最恐怖的七级文明又有多么强大。 人类对于宇宙的认识是很渺小的,就像人类自己一样,在宇宙中显得极为渺小。 虽然说在地球上,人类是至高无上的霸主,有着所有动物都没有的高级文明,这也让人类成功地登上了地球的顶端,成为了地球上最强大的生物。 但是你可知道,其实人类的文明其实根本就不堪一击罢了。 在人类科学家提出的假设中,对于宇宙生命的文明也有着属于自己的划分。 宇宙生命的文明一共是分为七个等级。 而人类却连这七个等级都算不上。 视频制作不易,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支持一下,既方便您浏览网期精彩视频,也不会错过最新动态。 今天就给大家盘点盘点宇宙七级文明。 零级文明是最低级的文明,也是我刚刚所说的,根本就不在这七个等级中的文明。 这一个文明是刚刚建立成功,根本就不够成熟的文明。 这一个时期的人类文明也是极为简单,就是能够使用这些生物所在行星上的天然资源,比如说树木、水资源、天然气、煤和石油等等。 就是如此的能源,它们利用这些能源来获取能量,不过虽然说有着水利资源来提供能量,但是这个文明的生物们最为主要的能量获取方式,就是通过化石燃料的焚烧。 这样的化石燃料的使用,不仅仅是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,同时这也是最为简单的能源利用。 就像是小孩子对武器的使用一般,这些文明生物就是如此在利用行星上的能源。 这个时期的文明生物的能源使用状态,就是婴幼儿时代,只能是通过最为简单的方式进行能量的获取。 而不巧的是,人类就处于这一种文明,人类对于资源的利用就是这样的,只能是简单的进行焚烧化石燃料, 就像是婴幼儿对于武器的使用一般,只能是简简单单的扔或者砸,根本就不能做到什么样的厉害行为。 如此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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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